第二个人进党 今天要三一一样 世界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 一条采购吧 一条采购吧 台南工业 叶光赏 台南工 民进党党内如果有设计不放 我们也就无不断 因为他们要知道民进党一直自从1986年9月28号 还在借给人一起看 我们党内的钱费 他被抓被关 政治化的性质深乱 还是建立的阵法 有没有具体的市政 民进党此政济起来 虽然有许多建筑 他给了 简单这样回答你了 我想请问大副长同意 就是 也许说绝对的权利造成绝对的腐败 所以我想请问 目前对人进党之后的贪力 厉害世界 我了解我最后的报告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名 因为有谁印象很深刻是哪一名 大家帮大家说说我们一个一个 没关系看谁 你再补充一下 赖把一 印象采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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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光店 台南光店 赖把一 西瓜市长 印象采购吧 这个 我现在知道你们的看法 基本上我作为民进党党主席 同样的 就是民进党党内如果有设计不法 我们也绝不不管 应该要移送就要移送 因为大家要知道民进党历史是从1986年9月28号 还在戒业的实习创意 我们党内的前辈人 是抱着被抓被关甚至抱着牺牲生命 才建立这个政党 那当然民进党 再怎么样有理想性 必然党内一定会有一些人 会有一些言行 违规或是违法的地方 这个我们的态度就是 如果有问题就移送就不顾到 让整个民进党才能够回应社会的期待 那现在是这样 你们刚刚举的这些例子 好比说 刚刚举的这些例子 基本上 我意思是说 你们刚举的这些 此起彼落举的这个例子 有些是司法单位在正办嘛 对不对 我不愿意在这里 替任何一个案子做辩驳 我没有必要 那我也不应该 因为有些案子就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但是我是希望 你们仔细 就你们所关心的这个案子 深度去了解 问题在哪里 有没有具体的市政 就像我们这位同学讲的 我请教他哪一个案子 比较 比较具体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印象 那这个是 民进党 执政这几年来 虽然有许多建筑 在政筑上有许多建筑 但是呢 也有许多包裹 我想问题是在这里 好简单这样回答你了 不许多建筑 许多建筑